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东北的中心城市 素有千年古都的沈阳 我身后的沈阳站是一百多年以前日本人修建的 与东京火车站很像 至今依然保留着经典的日式尘野建筑风格 很多人不知道 沈阳也有一座清朝皇宫 这里是清朝初纪的宫殿 规模虽不大 但依然彰显着皇权的威严 听着导游的介绍 试着去想象那个年代里 宫殿里不为百姓所知的场景 沈阳向南走三公里 这里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府邸 作为当时最大的军阀 这里可称为民国时期 东北建筑的经典之作 沈城北部的昭陵 又叫北陵 是清太宗皇帝 皇太极的陵墓 陵园内郁郁匆匆的古松树 环绕着皇太极的雕塑 仿佛骁勇善战的八旗兵猎阵一般 来沈阳 一定不要忘了去刘老根大舞台 看一次赵本山徒弟的演出 看完演出 路边吃着烧烤 来两瓶老雪 当然白天还可以尝尝老边饺子 中级冰点等九福盛名的美食 之后你会明白 为什么沈阳是幸福感最高的城市 我们住的这家清静民宿 在沈阳国家森林公园附近 这里一山傍水 让你远离城市喧嚣 享受乡村的宁静与祥和 清晨发动车辆 即将为您打开在线音乐的歌曲 攀爬在沈阳国家森林公园的山路上 让清晰的空气迎面扑来 这就是我的旅行生活 感受人文历史 体验纯粹自然